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华山的暴力对决 主要是观察房这边带了一个利普陀 咱们继续做一下 观察房这边上的是一个 林波师陀加利普陀 华山加利普陀的组合 这个利普陀一看就是之前是林波城 转到利普陀 想来过来尝试的玩一玩 看利把虎阵 那对家方就传统的双林波一师陀 华山加利普陀的组合 他是看利把天阵 被观察房护震 小克了5%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第一回合观察房这边直接出了一个自动 这不应该 翻墙脚海 5000 输出还是非常的高的 巨岩基 口上有了一颗五行猪 就头上转在这个圈 你看 这就是五行猪 有了这个五行猪 观察房这边就可以实现一个秒六了 利普陀就可以秒六 那个是剑意连心 昨天的比赛 我说的是连心剑意 人家像在利普陀那个技能叫剑意连心 把四个字 倒了个个 就是一个心剑 这启明也是一种艺术 有了五行猪 它就可以秒六了 五行猪越多 伤害越高 就有五颗五行猪 可能伤害直接就爆炸了 但一颗五行猪 也能秒六 只不过伤害稍微低一些 观察房的小马 给自己卡一个 除 金创 和百炼五金 这两个要的三级要 也是可以得到一点五行猪的 也是可以得到五行猪的 或者是 它使用这个五行法术 也是可以得到一点五行猪 五行法术只能秒一个 五行法术只能秒一个 没有太多的作用 那观察房这边 给自己卡了一个大剑 那头上瞬间 又多了一颗五行猪 观察房这边地府不在下啊 金涛诺 对面直接刺行了 来连心剑意 直接秒六 有提气 伤害一般般吧 肯定跟曾经 它是凌波城相比的话 是有一些差距的 它头上不管有几颗五行猪 使用这个建议连心以后 都要消耗干净的 你知道吧 它头上哪怕有一颗五行猪 使用全秒 只能消耗的就是一颗 有五颗的时候 消耗的就是五颗 反正全部给你消耗干了 它只跟伤害有关系 只跟伤害有关系 它是实现不了 这样一种操作的 那观察房地府回来 这个利普多实现不了这种操作 就是我攒了五颗五行猪 我一颗一颗的用 我一颗一颗的去用 翻车了 我连续五回合去 实现一个秒六 但是它不能这么用 你想连续秒六的话 只能是依靠前排的宝宝 给你卡三级药 反正手里就那么二十颗药 你吃一次 可以秒一次六 你吃一次 秒一次六 反正就那么多 反正利普多 别的不敢说 挺非药的 在测试区的时候 说好的是 吃那个一级药 还是二级药来着 但是真正的全服放出的时候 就变成三级药 甚至 精创药都不行 因为精创药也是三级药嘛 但精创药有个巨坛的特点 就是它能叠加呀 能叠加 所以不让你使用 而且你要记住 必须是它自己的宝宝 队友的宝宝给它卡药 没有用 不会增加五行猪 只有它自己的宝宝 才可以 如果队友的宝宝 加也能行的话 好像也不错 好像也不错 小嗓 观念方这边 还是通过小嗓的方式 去针对一下 观念方这边可以用小马去吃一个九转 拉起自己的利普托 直接就可以秒六了 吃九转 九转也是三级药啊 对吧 直接就可以秒六了 这个东西娱乐的玩一玩还行 你真要说 想上个高端PK吧 好像现在是没有开发出来 这个东西也说不准 也许某个月 某个指挥 就开启了这种 不一样的方式 这谁也说不准 那观念方这边 直接拉起自己的普托山 看看要不要直接秒六 建议连心 建议连心啊 直接秒六了 真是啊 这改名字好改啊 把字换一下就可以 就观念方这边玩出的效果 因为我已经看观念方玩过那么几场比赛了 就观念方这边打出来的效果的话 是不如零波城的 不是说他伤害不够 是他的这个进攻的机制 不如零波城那么优化了 没有零波城那么优化 他打的是一个克制 就这个利普托主要玩的就是一个属性克制 但这个属性克制这个东西吧 得需要时间去 慢慢的 找 找对手的五行 就跟咱们平时玩 咒识不多 一样啊 就咒识不多 五行法术砸人的时候 也是先找五行 但这个找五行的 过程 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建议联心不需要找五行 建议联心是不需要找五行 主要是说他那个单法 单法 因为你需要那依靠那种五行的单法去打伤害 去积攒自己的五行猪 你不能永远吃三级药呀 这个东西不现实啊 你不可能无限去吃三级药 你更多的时候也是在使用这种单秒的法术去积攒五行猪啊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寻找五行 这个过程是漫长 所以一神半魂很难打出效果 建议联心 再来 哎呀 这又坠机了 这玩意儿是不是也得给来个斯陀岭的这个抗反正的经脉啊 普多山他这个经脉是不缺伤害 他不缺伤害 他缺的是一个机制 是机制问题 你就像第一个 使用建议联心 50%的概率造成物理伤害提高20% 增加伤害的经脉 这个是增加命重的 这个是破血狂攻给特技增加伤害 这个是对宝宝造成伤害增加20% 这个是增加直接就是纯增加伤害力的 这个是三级药 卡三级药得到这个五行猪的 最后一个变到五行万象 两边也是加伤害 就关张峰这个经脉 利普多这个经脉 加的伤害是足够的 不管是从特技 针对宝宝 还是从自己的伤害 对命重各个方面都在增加这个利普多的伤害 伤害是不会有丝毫的问题 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看看某一位大主播能把这个机制开发出的 主要是那些顶尖的指挥 他们拥有顶尖的硬件 才能打出一种顶尖的效果来 你普通玩家就是玩这么一个东西 你也打不出他应有的东西 应有的输出 发挥不出来的 今天介绍完这么一个利普多以后 以后咱们就不介绍了 就认真看比赛 因为每回介绍这种经脉技能 就会影响看比赛 这是确实 实在 这比较实在的一句话 浪友 现在谁说不好说 只不过观察方这边 现在场面上是有优势的 三千六 三千一 一千四 结束了 结束了 应该是 对面有一句也不一定 对赛方是有磁行的条件的 看看对赛方地府有没有酒 对面地府也磁行了不少次 看看手里还有没有酒 这个龟醋宝宝能不能神 没有 化神寺还在 对面化神寺 全场四所 这个速度是不占优势的 只有地府 对面化神寺可以再出一个 隐身宝宝 选择出了个孩子 孩子没什么用 得出那种 超级归宿的隐身宝宝才可以 不过 观察方毕竟有地府 出隐身宝宝 直接打鬼眼 好像也可以的 摇个林道 华神寺 选择了皇权之溪 你不打鬼眼了吗 好了 那算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